台東有一戶黃姓仁家 日前開著休旅車出遊 不過疑似沒有注意穿越中線 撞上了對象的遊覽車 後座9歲男童當場死亡 負責開車的媽媽被送上單架時 還不斷的擔心兒子到底還好不好 救護人員第一時間 因為很心疼 不敢說實話 只不斷的安慰媽媽 後來媽媽在醫院知道了放生痛苦 媽媽不斷在問 救護員實在不忍心說實話 他的寶貝兒子送醫途中 已經宣告不治 黃姓一家人開休旅車出遊 在台東小野柳路段 卻突然越過道路中線 撞上對象游覽車 快問出來我就知道不對 怎麼會這樣 上台東話我就倒下去 一撞就這樣撞 當時黃媽媽開著車 先先坐在副駕駛座 後座13歲姐姐和9歲弟弟 在沒有煞車情況下 撞擊受到重創 游覽車上禁箱客 第一時間趕緊協助搶救 對我們這抱出來的 因為他媽媽被夾住嘛 孩子是從外面可能反彈創造 創造就反彈過來 全家出遊 最後卻是天人勇格 這個新年對他們來說 實在太沉痛 記者台東綜合報導